三十三明報 代內地生考 李大生判社復令 2015年7月10日港民 明報專訊 李大一年生稱為幫朋友 使用假中國護照冒充內地人在港影考國際英語水平測試 他早前承認使用虛假文書罪 作被判八十小時社會服務令 裁判官早前索月被告羅偉對二十四歲的背景及社會服務令報告 被告的代表律師指感化官建議被告履行社會服務令 裁判官強調案件嚴重 提醒社會服務令絕非小事等同監禁 根據案情 落於去年7月19日在尖沙咀富豪九龍酒店應考 I.E.L.G.S. 向監考官出示中國護照 監考觀察各護照質素差略 報警求助 落境界下承認使用虛假護照假扮朋友 代為考試 他在求情時強調沒有報酬 僅因內地朋友辱到英國升學 卻英語不佳 誰出手相助 網見編號 K.C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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.1965 旅行 旅行 感谢观看